大家好,我是海娟 前两天做一个蒸面包 有网友私信我说家里没有模具 那么今天就用不锈钢盆做一个蒸面包 一样渲染好吃,海拉丝 首先盆中打入三颗鸡蛋 加入3克的酵母 30克白糖 搅拌均匀 再分少量多次 加入250克的面粉 边倒边搅拌 面粉的多少要根据鸡蛋的大小来做决定 觉得和起来面絮有点干 可以适当的加些牛奶或者水 搅成面絮状 加入化好的黄油或者玉米油20克 下手揉成团 把面揉光揉匀 看一下这柔软的程度 特别软这个面团 直接移到案板上 用推拉搓揉的方式 把面揉光揉匀 刚开始会有一些粘板 不过没关系 揉着揉着就不会粘了 把面反复推拉搓揉 揉至面条完全不粘板的状态 撑出一块面 能看到清晰的手套膜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把面团放回盆中 盖上盖子 醒发这两边 取出醒发好的面团 搓揉排干净里面的气体 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 切成均等的三份 再把每个面剂 由外向里重复折叠 整理成圆形 做好的面剂子直接按压扁 擀成牛舌状 把面团搓揉到 边缘处按薄 放着自己喜欢吃的果干 葡萄干 蔓延莓干都可以 然后从一边给它卷起来 卷起以后再次按压扁 擀成牛舌状 搓成牛舌状 从底部给它卷起来 从底部给它卷起来 整理一下形状 整理一下形状 你准备一个不锈钢盆 边缘处抹油 底部放一个油纸 没有油纸的可以直接抹油 放入做好的生坯 盖上一层保鲜膜 再次醒发两倍大 生坯醒发至明显变大 这时候我们用刷子在表面涂上蛋黄液 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放入锅里 盖上盖子 蒸35分钟 时间到了 看一下面包已经顶到这个盖上了 关火再煤5分钟 揭开盖子看一下 哇 漂亮 出锅 取掉保鲜膜 稍微凉一凉 给它脱膜 哇 漂亮 蓬松渲软 再掰开看一下 哇 看这拉丝的程度 像不像买的面包 特别的蓬松渲软 里面放了果仁酸甜甜的 味道特别的好 家人们如果喜欢 可以尝试做一下哟 看着 一片一片的撕着吃 这样做出的面包 轩辣丝 还不上火 家人们如果喜欢 可以按照海娟这个比例 保证您也能做出好吃的面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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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